睡觉会打呼 我们都认为这个人睡得很香 或是睡得很好很舒服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事实上睡觉打呼反而是睡眠品质不佳的原因之一 而严重的话还会有生命危险哦 嗨大家好 我是阿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睡觉打呼这件事 在睡眠中的我们当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打呼啦 只有听到同房的伴侣或是室友在第二天早上的抱怨 又或是当下真的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那闪亮的一巴才让我们意识到 原来我们一直都在睡眠中吹着跑掉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会打呼呢 又是怎么样的打呼才会有危险 接下来我都会一一提到 当然包括它的改善方法啦 好如果你也能在下面留言按赞分享 那我会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这样才能提高YouTube的影片推荐率 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些有趣的小知识哦 当然还没订阅的朋友 也记得订阅一下我这个小小频道啦 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影响人打呼最主要的部位是 舌头 慧燕 软二级二锤 平时呼吸的时候 慧燕会朝上打开 而当有食物进入时 它会向下关闭并阻止食物物入气管里 而二锤是悬挂于软二正中间的末端 它主要是避免食物跑到鼻腔气管里 而当我们在入睡的时候 这些部位就会因为中力而往下掉 堵住了呼吸道的一部分 所以当空气进入时 就会使到二锤震动发出打呼的声音啦 那么那些不打呼的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打呼 而不打呼其实才是正常的 在正常情况下 人的慧燕与二锤是有足够的张力 就算在中力的关系下 也不至于会让他们严重下垂 所以他们就不会有呼吸受阻止打呼的情况啦 简单的来说 会打呼的原因就是呼吸管道变成狭窄 而导致二锤震动而发出的声音啦 那什么人才会这样啊 第一 二锤过长的人 这应该不用多做解释吧 过长的二锤堵住呼吸道的机会当然就更高啦 第二 肥胖的人 肥胖的人会咽舌头还有卵饿都会比较肥大 致使他们躺下时 自然的更有可能堵住呼吸道啦 第三 时常喝酒和使用药物的人 由于酒精和药物都会使到肌肉张力不足 所以当这些肌肉张力不足时 他们都会容易下垂导致打呼的现象 第四 有鼻塞问题的人 由于鼻塞的问题 所以这些人都会张口呼吸 当他们张开嘴巴呼吸的时候 舌头自然就会往后掉 而且由于少了个呼吸的入口 那么长时间的空气乱流就会直接进入到口触碰到二锤 这时就有可能导致二锤变得肿胀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一般打呼的人都是开着嘴巴的吧 说了这么多那么危险在哪里呢 那我们先讲一讲改善打呼的方法 最后才说它的知名关系吧 OK 改善方法不难猜 首先就是减肥 减去脂肪 刚才所提到的部位当然也就不会那么肥大啦 还有就是睡前不喝酒或使用药物 这样就不会让肌肉那么容易松弛 而下垂肚就呼吸到了 测睡 大家应该有发现 正在睡觉打呼的人只要一翻身 他打呼的声音好像就不见了 这是因为由于受到重力的堵塞消失了 所以测睡也是一个好方法啦 当然如果不要压迫心脏的话 最好还是选用右侧睡吧 使用外来辅助器 现在医学上应该有推出不少帮助改善打呼的辅助器 和千奇百怪的造型 只要你不介意带着这东东睡觉的话 也是一个好方法啦 好 最后还是讲讲大家最关心的 打呼发生的最危险情况就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个和打呼的原理是一样 只是他堵塞的情况更为严重 打呼到一般因为气流堵塞而停止呼吸 每次的停止期间可以从数秒钟到数分钟不等 而且整晚不知道会发生好几次 大家都知道脑部缺氧 4到6分钟会造成脑部损伤 而6分钟以上的缺氧就会造成脑细胞死亡 所以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 太可怕了 那么要怎么辨别一般打呼和呼吸中止症啊 一般打呼就像这样 比较有规律性的声音 这是属于正常的 而呼吸中止症就会像这样 节奏杂乱而且会突然停顿 所以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 最好还是赶快去做睡眠检查吧 好啦 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不错的话 记得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也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最后当然是订阅和小铃铛啦 那所有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 那下集见